中国内蒙古的西林浩特爆发了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引发海内外各界的强烈关注 这场由于一名牧民被外地运煤卡车压死而引发的轩然大波 从5月23号开始抗议持续的升级 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 和西藏新疆比较而言 民族问题一直较为平静的内蒙古 为什么忽然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沉默的猛族人为什么如此的愤怒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报道 这两天内蒙古抗议的主要城市呼和浩特似乎平静了一些 不过呼和浩特市的居民向新唐人反映戒严还在持续 我每天也出去 这个也有上街的 像我们最大的广场中心 中心广场也都戒严 从29号上午就开始进行了 一些主要街道 公安干警和一些武警 在一些具体的一些大的方面 像火车站这些长旅游站那些 以及高校的周边 以及民族院校等等 这场抗议风波的导火索包括两起事件 5月10号 内蒙古西林郭勒蒙西乌奇牧民末日根 因为运煤车辆碾压草场与司机发生争执 后被斯基亚死 另一起是5月15号 阿巴嘎奇马尼图煤矿 一矿区居民在与煤矿工人冲突中的死亡事件 5月23号 西乌奇政府的所在城镇爆发了民众抗议示威 当局逮捕了一些抗议者 5月25号上午 大约2000名猛族学生前往西林浩特市抗议 要求当局尊重蒙古牧民的权利和尊严 26号 乡黄奇学生和牧民进行了保护草原和牧民合法权益的抗议活动 此时 猛族人的抗议活动正是从一个人命案 升级到抗议多年积存的草原生态被肆意破坏 草原原住民生存状况危机的活动 为什么现在蒙古人要起来反抗和抗议呢 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美好的家园给破坏了 中共当局意识到沉默了30年的蒙古人真的生气了 5月27号当局开始实行军管 300多防暴警察与数百抗议牧民和学生发生了冲突 40多人被逮捕 同一天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到西乌奇的综合高级中学与师生对话 他承诺当局会依法彻查实践 此外 当局还宣称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煤矿检查 日本每日新闻31号发表驻北京记者程泽健一的报道认为 中共当局一方面极力阻止内蒙古连续出现的抗议行动的扩散 同时也做出姿态 表示要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 力图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平息局面 为了防止蒙族人将要举行的530集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示威 中共一方面采取风效 风路 断网的措施 另一方面 呼和浩特使的主要街道布满了配有枪支的武警与特警 海外还有消息说 曾参与六四镇压的解放军第38军也奉命调往内蒙 5月30号 尽管有近千蒙族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但很快被中共镇压下去了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肆杀了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党 杀了很多的蒙族同胞 而造成他自己的内心的恐惧不安全感 从地理位置来看 这个事件发生的地区可能是近年来 这个事件离北京最近的一次 如果这个事件控制不住的话 会直接影响到北京地区所谓的安全和稳定 那么也就是人已经连想到六四世界 吴凡认为 现在中国西部有西藏和新疆 东北角有内蒙古都起来反抗中共的独裁统治 这是中共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可见共产党已经面临着大风大雨即将来临 狂风暴雨就要到来 所以我说山雨欲来风晚楼 看共产党还能存得住吗 明年的十八代还能开得起来吗 我们持一个问号 前北大教授史学家苏明认为 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共产党一直试图以经济的发展来避免政治的动乱 但通货膨胀率一直是高居不下 是造成民众起来抗议的又一个原因 再加上阿拉伯世界正在进行的茉莉花革命的推动 宁愿沸腾是政治不稳定的最大原因 近日有很多西方媒体分析 中国的经济将会出现严重危机 而苏明预计 中共溃败的日子时间要回提早 新唐人记者李静综合报道